悠悠门前 留下来做 甲冬前 人家打鸟 做几十年 吹过了公园 六百年前 吹过了公园 吹过天 你们在这里啊 在头份啊 在苗栗啊 就要这样唱歌 一条发索鸡会唱吗 一件太公司 响三座渡去 天公送斑斑亚转 吹过几多云 勇为发浪条感无良心 祈福老师因 响开十年不去骗死 爱你牵起来为情 唱歌要唱这种歌 各位啊 刚刚主持人说 要我们经验知道 我们已经跟你们讲过了 你要让人家觉得你很要钱 你很想要钱 你怎么样让人家觉得你很想要钱 你今天来几个人 你知道 刘正宏知道 翁永明在越南也知道 他知道这里有多少人 他会觉得你们多想要钱 还有 你们做什么事情 会让他觉得你很想要钱要给你 我跟你讲 他们的口味越来越重 政府的口味也越来越重 所以呢 以前的人挡个平块 后来要挡电链车 我看以后要继续挡高铁 他口味很重 你知道吗 所以 你如果都跟去年一样 去年都这样 也不过就是七成 那你还跟去年一样 你没有比去年给他口味更重 你要他怎么办 羅美文主席 他因为他家人生重病 可能明天早上赶过来 主持人说经验丰富 我讲啊 我跟华龙交手的经验 2004年年底 桃園场官场 在这里睡一天 去总公司 我们硬是推进总公司 那时候总公司还很大 明天早上要去 到2005年 就是94年 1月抗震到4月 也来这里睡觉 我问各位啊 94年春天你已经退休的举手 94年春天已经退休的哪几个人 你们那时候有没有参加自救会 没有 请放下 你不想要钱嘛 你是不是让他觉得是这样子 你要让他觉得我很想要啊 然后呢 到那个时候 也是希望大家一起出来 还没退休的都要出来 没有 还没退休的人继续在里面做 我还有薪水领 最好公司有钱先给我薪水 不要拿去给退休的人发退休金 什么 我们自己问自己 所以呢 你现在要做 你们那时候要抗争 到我们办公室做怎么办 罗主席说去越南 本来去年百日罢工啊 要是没有出路 我也要去越南了 每个人交五千块 你们要干嘛 给律师吗 我跟你讲 不用请律师 这官司喔 你躺着打都会赢 不用请律师 自己打官司都会赢 但是没有钱 你等于赢一个死人 你知道吗 那华龙也不会辩护 对 我真的欠你钱 我承认 你不用请律师就会赢 但是没有钱 你能够三百人去越南你就三百 你不能三百你就三十 你不能三十你就七个人 五千块 抽一抽机票买一买去了 因为华龙如果要拨一块钱 华龙就算拨一块钱 从我2004年年底到现在 93年到现在 华龙要出一块钱要这个 你如果不要去找他 你去覆诈找他弟弟 睡他七天七夜 你们要我们经验传承 当初几个干部来找我们 就是跟你讲 你要有决心睡七天七夜 你要让人家睡 你要让人家觉得你很想要钱 如果今天这些人说我要回去看孙子 我要回去带孙子 那些人说我还要我家里要干嘛 我家里要拜拜 然后又有些人说我要回家看富余子夜市人生 最后三百人来三十个 你不会让人家觉得你很想要钱嘛 对不对 去年百日霸东的时候 你们都看过我们志丹导演拍的录影带 那个邓慧正在骂 他的婆婆啊 每天他要帮他婆婆把大便挖出来 这种人 都从头粪走到台北 走四天三夜 还有一个担心爸爸 后来这个在我们被抬的时候 还被压伤的那个 他单亲啊 小孩子就这样子寄到别人家去啊 也是走四天三夜啊 所以呢 以前陶原厂睡一天 然后后来你们黄玉琴那一批 头粪的退休人员睡了两三次 后来到了去年罢工 先这里睡 后来到这四天三夜走上来 那我问你 当他的口味越来越重 政府口味越来越重的时候 你是不是 人家睡四天三夜 你不睡七天八夜 你会让他想要给钱 很难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回去啊 把没有来的人跟他讲 我们到底想不想要钱 你想要钱 孙子给别人带 想要钱 那个富余子也不要看了 回来还有重播 现在没有富余子啦 对吗 你要这样子才让人家觉得 人家都做过啦 他们始祝不不开水烫 你去跟刘正宏喊两声 刘正宏还会怕吗 刘正宏被陈维婷他们喊到 耳朵都聾聾 你喊再大声他也 扛不住嘞 什么 所以这个 总之 大家加油啦 然后来这里 我不是来逛街 所以还是要抗争一下 呃 呃 陈宣 открыв港 还有我们办公室的 呃 主委 也是白日100天罢工天天来 中午还 頭份杀回心腑她家煮饭给她肉汁 用主来 欸 董事長 大家不好 但是主要是我們每次 因為以前我在嬌生 嬌生上班的時候 我們的資檢費 89年要關的時候 可能大家就想不到 我們的資檢費就是一年兩個月 還有別的錢 一年兩個月 不管你說30年 給你60個月 資檢費不是退休金 這種資檢費好不好 很好吧 但是我們公會跟公司簽訂之後的半年 日本公司 日本交生要關 三個月 菲律賓要關四個月 我們台灣要關 只有兩個月 這種差別待遇 我那個時候在公會裡面 我也怕 因為我還沒拿到資檢費 沒拿到資檢費 我也會怕 我也是在裡面等大家起來 我不會特別站起來 我說大家要起來 我就跟大家來拚 後來我們醃釀了半年 外面只有勞動黨幫我們 沒有人要幫我們 你全部告訴我們 資檢費拿到一年兩個月 你還出來抗爭 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腳 但是我們認為 老闆欠我們的 我在這邊幫老闆 賺那麼多的錢 但是最後他要賺更多的錢 跑去別的地方 以前 各個世界 全世界都已經在設場了 然後犧牲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所以我很生氣 我跟大家說 你自己就在想 你只要大家在想 想這個過程 眼淚掉下來的時候 我的怒氣就起來 當我知道各位的怒氣起來的時候 我來帶大家 我當時只跟大家說這一句話 假如今天老闆 叫警察來抓我 你們在工廠裡面 唯一要做的什麼事 你到門口來迎接我進來 老闆不讓我進來 要開除我的時候 你們不用做什麼事 你到門口到大門 接我進來 就這麼簡單 唯一的一件事 就讓大家來做這件事 今天會跟大家來分享 這個就是一百天的時候 我老爸也沒人看 九十二歲 我每天要從頭份中午 有時候沒吃 我也要回到新埔 頭份到新埔很遠吧 頭份到新埔 我弄給我爸爸吃 然後趕 假如底下有什麼事 我們還是會下來 晚上聽到學生在擋貨 電話一通三四個 剝鞋啊 剝鞋種人啊 總廠總廠那邊 就是這樣 大家要有這種精神啊 就是讓所有人看到 我很想要錢 全部人都賺錢 所有人今天在看 政府也在看 老闆也在看 你的朋友都在看 你很美就要出發去 娘 很美娘 大家就會怕你 老闆就會怕你 才會想出來怎麼樣解決 各位想一想 你都滑融這麼久 我每次我在交生上班 十七年 我想一想我自己也 你都變成季